市議員林秀慧在新北市興建工程處人員的陪同下 視察了圓山公園進度 議員指出公園是在去年11月施作的 而當時會爭取到這個建設 就是希望提供一處親子共享的休閒場所 滑梯它做的特別長就蠻高的 應該有12、3秒鐘 然後邊坡有一個滑草區 還有就是還有像通過那種通道類似 讓小朋友在裡面玩就有一種趣味性的 還有就是藤蔓寺的那個蕩鞦韆 還有藤蔓寺的燈都有經過設計 另外也因為周邊社區林立 公園都出入洞線格外的重要 一個是在我們國防管理協院旁邊的積稅鍋中 另外一個是我們那個元氣大正 就是所謂七歲八十所旁邊的那個意向路口 這樣引導上來的 會看過程中議員特別要求施工單位 一定要在今年7月完工 讓周邊的居民能就近進行運動休閒 提升當地的生活品質 中家新聞 中和產報導